LAYO了世紀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一場比較特別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我在12月31號的跨年那天 舉辦了一個1V7 LAYO感謝祭 這場感謝祭是我一個玩家要對付7個玩家 但是比較特殊的極致是 我是200%的讓分 所以是有機會拿下對手的一個比賽 但是說是200%就是經濟兩倍的概念 而且初始資源也會比較多 所以聰明可以按到底 那這個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要開農的 可以看到我這邊的資源初始量是比較多的 那200%的特點是可以對額外增傷的效果 增加成為200% 而且我的這個建造速度採集資源速度也是200% 所以可以算是我一個人可以抵三個人的概念 對於正常資源經濟來看的話是這樣子算的 那這場比賽呢 本意是想要讓大家在這個跨年期間痛貶我一波 在今年有什麼冒犯各位的地方 趕快有機會來貶我 那我就開了這個1V7的活動 但說真的喔 一個打7個玩家真的是有夠了喔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我這次選到的文明喔 那因為是感謝祭嘛 所以我就不選我拿手的文明喔 我就按了一個隨機 選了一個孟加拉人 隨機到了孟加拉人 那這個文明喔 我不算是非常會玩喔 但我所知道的孟加拉人喔 他要打得很有機動性的話 一定要打這個戰車喔 因為他沒有騎士 而且我不能用相弓慢慢推喔 用相弓慢慢推的話 肯定是越推越虧的 因為移動速度太慢了 可能會讓其他家內架 趕快快速發展起來喔 那這邊看到對手 已經有人開始在搞事了 那這場的7位玩家呢 都是我直播中的頻道的觀眾們喔 那如果大家對我的直播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36日的下午晚上6點喔 我會開斯基地果跟大家一起同樂喔 OK 那這場比賽呢 是7位玩家呢 平均應該算是800分左右 或900分的玩家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定的遊戲基礎的喔 那他們打AV7 AI呢 也是有一定的經歷 所以升級來說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至少不會像一般的 剛接觸CD玩家喔 可能升級要蓋什麼東西 就不知道的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比照 這7個玩家喔 算是會玩狀況 去看這場比賽 OK 那這位7位玩家呢 分別選到了 瑪莉、伊索比亞、蒙古、馬來波、西米亞 還有瑪雅、還有哥德 這些文明呢 好像 他們好像也是隨機選 記得中是隨機的 跨年離1、26號 剩下一段日子了 突然想起這回事 然後4GD給我 最近又沒改版喔 我想說 好吧 最近我在忙著搬家 沒有時間拍片 不如我就趕快 把以前的影片拿出來 消耗一下 也有人說是消費觀眾 沒有關係喔 現在幾個籌 我們年底在一起算 年底我們再來一起 繼續EB7咧喔 OK 這場比賽可以看到 現在三家的馬 已經跑到我家了 然後這隻馬我還沒有控好 直接送光了 因為我在這邊控左邊 這隻落單村民喔 我怕跑不掉 趕快先尾了 好這邊也反正想要尾喔 但是 沒有來得及尾好 好這邊直接拿村民去扁一波 好敵掉喔 好現在大家 一直想要往我這邊村民打 很兇很兇 大家都想要在我生死代之前 趕快痛扁我 但這時候我已經點了織布了 欸還沒有點織布欸 哇 沒有織布的時候 血量就多 多了一倍啊 哈哈 本來是25滴血喔 變成50滴血 如果沒有200%的話 早就死了這三隻村民了 看 有人說 這個開啟就會拿伺候來搞 搞我的人 這個能算800分嗎 至少900分吧 800或900 甚至以前喔 大家都是有組織性的進攻喔 非常兇狠 趁我還在黑暗時代的時候 趕快扁我 好那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 我這邊會怎麼打 那這裡喔 比較有確定方式喔 因為外加們喔 都會覺得我會快速進攻 當然他們關鍵是沒錯的 我是會快速進攻 畢竟拖越久的隊伍越不利嘛 所以如果7家資源農起來的話 我就要一次應付7家的資源量喔 那以200%的角度來看喔 我只能應付3家或4家 就是極限了 所以一定要早期喔 趕快把其他家給都更喔 才有可能去拿下這場比賽 好 可以看到我這邊資源量非常極限喔 黃金全部用盡 食物跟木材全部爆挖 但這邊 石頭呢 有400 所以待會我應該出去挖石頭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出去挖石頭 因為我有點忘記我這場在幹嘛 突然想起我這回事了 好 這邊蓋了一個採礦地 但這個採礦地蓋的其實沒有那麼好 要再往後一個會比較好一點 OK 那目前看到左邊紅色的老牛 已經點了封建時代了 那我這邊升級上去城堡時代也很快 OK OK 還有20%就升級好了 然後這時候就在開始插道戰 因為我的視野裡面喔 是看不到其他家的這個地圖的 所以我只能自己去摸黑探索 趕快拿一隻村民去到處亂晃一下 然後把這邊維持 好 那外加們的玩法還是比較偏向把自己家裡給維持的打法 好這時候我拿了挖石頭村民出去開始搞事 然後我看到 哇靠 紅色金鬼差不多了 不如我們就直接搞內加 好 內加這時候踩在圍 好踩在圍 欸這裡好像有一波可以進去喔 這裡有個洞 但他好像沒有看到 他很想要打我這隻村民 很氣很氣 好我想說我第一根城堡 應該是要蓋在人家的TC旁邊喔 但以正常的玩法來說的話 很容易就會被對方 這個村民給反打回去喔 造成蓋寶蓋不成 然後這時候我又找不到綠色的家在哪裡了 完全沒有看到 好看到他這邊蓋箭塔 結果這根寶 為什麼會蓋這裡 是因為我根本找不到他的TC在哪裡 然後還有補了一個箭塔 然後你看這麼多村民過來爆打一波 正常來說這根寶是百分之百是蓋不起來的 然後這邊想要蓋石牆把自己村民圍起來 好像有點困難 那對方不知道為什麼 直接開始A了我的城堡 但我城堡已經蓋好了 這個就是200%之力了 正常來說是不可能蓋得起來 OK 有這個城堡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戰車了 這時候的戰車已經有這個擴散傷害效果 而且攻擊力呢 遠程攻擊力的傷害 是5點 5點 OK 那我看到對方的TC在這裡 但我發現並不是我想要打的目標 因為我這裡比較顧忌的是老劉 老劉在我們的EV7AI裡面 非常的扛 他的扛線能力非常的兇狠 感覺不先打爆老劉 老劉會先把我給A掉了 結果他這裡有桃村 真的是把我當EV7AI再打 OK然後這邊是直接圍了一個大石牆 老劉的想法很明確 要阻止我趕快來入侵 那我是直接五四綠色 那為什麼我要五四綠色 因為我知道 一個人被插寶的情況下 即使我沒插他城鎮中心 他也會很寬 那他只要易寬 經濟資源可能亂了掉 或是沒有任何的反擊方式 或是立即挖出去跟城堡出來的話 我是還可以再繼續反擊回去的 好那我這邊直接拉了村過來 然後戰車也開到了老劉家裡 看看老劉家裡在幹嘛 這邊經濟準備來升城堡時代了 好看到城鎮中心 趕快來看到農田 好蓋一根城堡 結果這個射箭差點把這個城堡給射掉 還好是200% 蓋的速度很快 好直接壓薄 然後我家裡是補下了3TC Kaino 那我是一個偏農型的玩家 我除了進攻之外 我還會邊打邊農 所以我不太會那種all in 到底一波的那種玩法 我不太喜歡 勝率有點低 好這裡開始 開始在騷擾 那一開始 戰車也是要用這個 弓箭模式去打會比較好 結果老劉是直接往上跑 直接想要往上跑 他去發展 那老劉的反應很正確 趕快去挖石頭 去蓋區跟城堡 可以拖住我的時間 他的想法是正確的 好那我這邊是 把這些村民 直接去挖老劉的石頭 用戰車去稍微打下 然後這時候 就開始去打對方的村民了 那我這邊是 轉成戰車傷害了 近戰模式 攻擊力有10點 跟一般的騎士傷害是一樣的 好那這時候 我離帝王世代 已經 已經盯到帝王世代了 3TC開龍 然後帝王世代補了上去 由於是200%的關係 我的資源量是非常多的 但是吃到這個城鎮中心的傷害 還是有點痛 好那這邊看到 綠色Lingo 這邊是出了小弓 小弓射戰車 有點偏洋 但這個城鎮中心 射的還是比較重一點 很多戰車都已經殘血了 那這邊控戰車最麻煩的地方是 要一直控近戰模式跟遠程模式 要一直切來切去這個模式是比較麻煩一點 好 導流這邊爆挖石頭 好這時候我就趕快把我的戰車往下派 趕快去打內家 因為這邊遊戲時間來到22分鐘 大部分的人都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了 黃色這邊升城堡時代稍微慢了一點點 好老流在下面也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他真的是把我當EB7AI在打 最狠的那種 OK好這邊看到有人在挖石頭 趕快回去打一下 好這時候我才升一級射而已 那我的升級方式會比較偏向於趕快升時代之後 轉出大量TC跟城堡 好開始多線進攻跟野外控圖的部分 就是我的遊戲思路 如果要一次對付7個玩家的話 我趕快控訴大量的資源地圖 感覺會更重要一點 畢竟我是沒有盟友的 好那如果對方用醜名跟我打的話 我就直接切近戰模式 因為近戰模式的坦度會比較坦 戰車是有兩點的近戰防御力的 所以村民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好這時候綠色打出了12 快招架不住了 被這樣打確實會招架不住 好那黃色這裡呢 是還沒有任何的建築物可以防守 這時候他已經看到我過來了 但是是直接搜村 想要逃村了 這個射箭場也放棄 這時候我拉了兩台巨型頭C過來 開始要一路往下拆 上面的部分我就不會進行追殺 這邊通常只要搞爆農田 再派幾隻戰車去燒我就差不多了 好這邊看到有老劉在挖木頭 就拉了一隻戰車過來 那這裡我還是會以多性為主 但這時候我並不知道老劉在左邊 是有開這個城鎮中心的 到處開 上面其實也有開 到處開TC 好這邊戰車數量總共有15台戰車 切為近戰模式 爆打一波 近戰模式的戰車 砍村民傷害很高啊 瞬間砍過去 好這時候被左邊被都更的玩家們 都已經開始往下搬了 大家都聚在一起 那右邊這一家鮪魚呢 他的經濟才剛開到2TC而已 農的速度稍微慢了一點 原來大家平常都是打AI的 沒有去打這個天梯 所以這個練習的程度 真的會比一半天梯玩家 農的速度會再稍微慢一些些 畢竟平常跟大家玩就是玩好玩的 打開打身體健康的 好那裡有一隻村民被抓掉 這時候我有看 我們就開始在家裡補些軍銀啊 或開始要轉一些射箭場啊 或是要轉這個馬舅啊 提升一下戰車的能力 但這時候進攻也是不能停 要一直繼續猛攻 好這邊城鎮中心 拆很快 被拆掉兩台戰車 好這時候看到 欸這裡居然被堵了起來 這個黃色去蓋了一個軍銀 好這裡就是繼續用巨型投擲機繼續開拆 來 好那我們就繼續快速擴張出去了 除了下面開打 我們還是要顧家裡了 這時候會發現 右邊這裡的哥德可能會不妙 讓右邊哥德發展時間太久了 遊戲來到28分鐘 以一個會玩的玩家來說 這時候差不多快要點帝王了 但是已經點up上去了 哥德這邊經濟呢 確實如果他經濟調配再好一點 這個肉再多一些些 這時候是可以點帝王時代的 我就覺得不妙了 我右邊這兩家 灰色跟橘色跟紫色 我可能會夾不住 要是這三家經濟起來了 可以反打 那我就有點不妙了 畢竟如果湯姆三家扛我扛太久 其他人也有可能會復國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始多線進攻 因為我發現前線的這些戰車數量 馬上已經蠻足夠打 這邊的 城鎮中心跟城堡的部分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開始多線操作了 老劉把我上面的戰車解掉了 那我這邊有發現老劉有偷蓋城鎮中心 開始用戰車四處開繞 看一下哪邊有人 這一波就繼續守巨頭 那這時候我就把所有城堡集結點 設在了內家的紫色跟灰色的中間 讓他可以快速去攻擊內家 不論從外加慢慢都進去的話 就可以讓內家有太多的時間去做發展 遊戲的思路比較單純一點 那這邊用戰車稍微夾 但是並沒有到最遠射程 還是被城鎮中心射到了 我沒有放好這個位置 自己沒有發現 這邊已經開始多線進攻了 哇 這裡太慘了 那這個模式呢 其實我在直播上是很少開給大家一起玩的 因為打久了會氣氛 那個氣氛一起來就不太好 這怎麼 鮪魚在跑 貿易 這就特別了 好貿易 那現在只有城堡會稍微把我擋住了 除了城堡以外的東西是擋太住的 好這邊看到有人開蓋城堡 但來不及蓋好被我抓包 這時候我也要來蓋城堡 但我離城堡的位置還有點遠 這時候巨型頭石機也開始慢慢集結在這個地方 好下方就用戰車先稍微控住 有空的時候再用巨型頭石機 去繼續往前拆 那現在少量的地方都有放一些戰車 去控制這些重要資源點 讓其他人沒有辦法去挖這些資源 但因為我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只能放一點的兵量 這時候我的人口已經來到200人口了 兩口一直都是很滿了 196196 好這時候可以看到中間有一些人在 中間伐木 這個有點神奇 中間有人在伐木 好紫色這邊轉出來是毛相夫馬來 我們那時候看到對方的戰象的時候 我有點慌阿 還好他這邊馬來出來的戰象 還不是金銳毛相夫 所以還可以用戰車稍微反打回去 好那哥德爾在這邊呢 是有稍微開始轉出均勻的喔 這個排成排到突破天際喔 非常多的塑料 但是我這邊認為 馬來成型的話 會比橘色哥德爾更難產 哥德爾的處理方式比較簡單 但是馬來就不好說了 而且灰色呢也是很利 也算是我們那邊蠻會玩的玩家 這裡果然是轉出了戰毛兵來反自我 這邊戰車的數量 好這邊我直接果斷牽成近戰模式 上去爆砍一波戰毛兵 戰毛兵血量被擴散傷害打到有點慘 但是後面有更多戰車過來 OK繼續往後貼 直接變成近戰往前砍 OK戰車現在防護率是12加4喔 3共新升級好了 砍戰毛兵的速度非常快的 好我直接在裡面開了一根寶 開始往前推進 上方這裡我也開始蓋堡 開始看到哥德爾有點動作了 不太妙 好那其他地方呢 我就去多線 去抓掉這些城鎮中心 好這時候我就想說 奇怪左邊老流怎麼守下來的 就趕快又派了一些戰車去左邊了 好上方這邊也開始繼續開戰了 然後右邊再繼續補城堡往前推進 好這裡的數量來到了23隻的戰車 巨型頭實際的數量也是越來越多 這裡的時候有點暗到有點太過頭了 我以為這邊有非常多的城堡 但其實城堡數量並沒有那麼多 好這時候我知道我在幹嘛 好我自傷下來我在控上面這裡 我這邊想要繼續把城堡控下來 把這些軍營的產能全部控住了 讓哥德爾需要重新蓋這個軍營在家裡 讓他出兵的時間再稍微更慢一點 這是我當時的這個策略 有想到這一點嗎 既然我暫時沒有辦法解決哥德爾 那先用這個城堡壓制住他慘了 那就可以搞定他了 好這邊巨型頭實際來到了八台 好硬拆三個城堡 這個就會差點快 那果不其然喔 這時候來到灰色家裡就知道 哇同牆鐵壁阿 一大堆的城堡 我想想不妙 然後趕快回頭蓋根堡 作為一個新的基地 趕快讓他巨型頭實際過來 然後這邊控住產能之後呢 也拜一些戰車喔 來到了哥德爾的家門口 好那我想說這邊也沒事之後 趕快繼續把這個村民蓋成堡 繼續控圖喔 這裡還在繼續找對方在偷挖資源的村民們 好但老劉這邊出了一堆槍兵喔 戳爆了我這邊戰車 所以我現在暫時老劉那邊 我們要把他管 但沒有關係 我們要趕快先擊毀這邊 正面的 升到帝王時代的玩家了 但灰色這裡呢 是還沒有升帝王的 他的資源量有點經濟失調 木材跟黃金有點爆量了 但實力有點缺 好趕快開拆 這邊的城堡希望越越多 開始往前A 戰車的簡單方法就是 變成近戰模式喔 一直A就對了 瘋狂爆砍 好正面的山洞城堡 拿掉之後呢 再用巨型頭實際去解掉這一坨 這個飛刀好像有點機會 但這邊馬國模式 射這些飛刀女獵手 效率還蠻快的 好 解掉這一坨飛刀 但飛刀也解掉了我一些巨頭 但 看起來灰色也要量掉了 好 最後哥德斯在家裡 果然補了一些巨印喔 產生了哥德衛隊 擋住了我幾步的進攻 這邊我直接拉戰車去砍 這裡的巨型頭實際 希望可以守住我的城堡 OK 順利砍掉之後 我就讓我的戰車原地開打 哇 這個戰車打哥德衛隊 其實也是蠻痛的喔 當然哥德衛隊的數量很多喔 還是有點難打 好 那這邊深入進去看到 哇 這裡的城鎮中心很多喔 趕快用這個戰車 去控制下支援點 上方這裡也是 好 那我發現上面哥德衛隊 玩強抵抗 趕快拉巨型頭實際來處理一下 但這時候看到灰色從中間 尬了一堆工程器製造所 一次要對付7個玩家 真的要一直打多線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好 這邊噹噹噹噹噹噹 收吹一下 好 村民 這裡都收吹 這邊戰車繼續控制城鎮中心的產能 這時候有人會說 啊 你戰車一直給持人中心射會不會很虧啊 其實不會的喔 只要讓他們的村民沒有工作產 即使我被射掉 我還是賺的喔 好 我這時候看到對方哥德衛隊過來 我直接轉成近戰模式 但是完全打不贏 哥德衛隊的數量實在太多 但是好消息是 哥德衛隊的數量也殘血了 好 回到這邊這裡 看到這裡哥德衛隊 是有點無法 產出大量的數量了 這時候想說 哥德應該也到了 好 就是剩下這些城鎮中心了 拆除完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 這時候看到 唉唷 怎麼那麼多衝車 這時候我應該是沒有反應過來 這時候在專心 在 進攻哥德這裡的狀況 好 哥德這邊想要硬蓋一根堡 但是沒有來得及蓋好 直接被砍爆 這裡戰車是吃傷太多 好 戰車也升級好了 1加6 安息人戰術 精銳戰車 好 這時候左邊老劉 在左邊有一個新的基地出來 在左邊有一個新的基地出來 不能蓋城堡 蓋很久 終於蓋好 好 這時候左邊老劉 好 蓋好之後馬上收村 這時候我真的覺得我有點忙 到處開打 也不知道對方到底哪裡還有資源 好 這時候老劉也想要硬蓋寶 但是這個寶沒有蓋起來98% 好 這時候小時候 哇 你還要繼續蓋嗎 我這裡再補一根堡 這時候老劉表示點點點 應該挑150的 這時候對手 們覺得我200%好像太多了 不阿 我不夠講認真的 我覺得150的話 我應該是完全打不贏的 這一場喔 這只是要200%才打得贏 好 看起來 現在大家都已經量掉了 後面就出來了有點垃圾的時間了 我們直接看快轉 好 這時候 紅色的老劉也撐到了帝王磁帶 帝王磁帶的老頭 老劉 在後面偷偷展開了經濟喔 我在後面完全渾然不知 後面居然有人偷打 而且我城堡被拆了很多洞喔 這時候我才趕快回來救一下 哇 這個城堡有1600滴血 坦度十足 好 下方再補一個馬力人 的一個新的城堡中心 這時候大家都已經在地圖上面四處奔波了 那大家玩1B7的習慣就是 打到最後一刻 永不放棄喔 可是老劉現在到處開TC 希望可以反打回去 但擱著這邊爆兵也是有點嚇到我了 早說擱著怎麼這裡還有經濟可以爆兵喔 看起來他的支援量是最後一波了 這個城堡差點被他手撕起來 好 這場比賽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最近有看到觀眾說 如果我去一個打7個人200% 你能不能打贏這件事情 我突然想到了 我好像以前有打破 當然沒有拍誰影片喔 今天這支影片喔 就是 如何用孟加拉人喔 雖然是隨機到的 一次打敗7位玩家 覺得一打波的重點喔 還是要多線進攻 會更好 好 這時候我終於發現老劉月亮在我家裡 這裡上方啊 我終於發現了 這時候我才趕快趕快 拉一些兵回家救援 麻煩左邊這裡也是有很多人在 喔 現在其他人都投了 只剩老劉還沒投 老劉是一個 心態跟我一樣好的玩家 永不放棄的那種類型 好 這時候看到全部的人都投降了 就趕快把所有的大軍往回派 好 這邊槍兵直接上來轉成近戰模式 硬躺 好 門口 那我也不敢輕易的就上前無腦A了 好 看到對方槍兵釋放變少了 往前裡面看一下 A上去 大概比賽就是這樣子了 結果老劉在這邊還偷偷開了一個新的城堡 真的心態超好的那種 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200%的經濟到底有誇張 到了後期一個小時 來到了十三萬四千的經濟量 這個200%的經濟是非常優秀 但老劉經濟也有到很誇張 四萬五 但不得不說 1v7 200%也不一定打得贏 那我們在另一場比賽裡面 200%是有打速的狀況 這場比賽是分段更高一點 1400分到1300分的玩家 來扛的話就完全不一樣 看一下KD好了 這場KD有點忘記了 KD來到4.58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吃吧 吃吧 也請見 中文字幕 李宗盛